疫情下的贸易摩擦更加有了舆论战、经济战、政治战的味道 而从中也反映出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价值观矛盾 中华民族历史上很少有对外界干预的倾向 而美国则对干预世界充满兴趣 美国这些年利用美元、美债、美军、高科技、法律 这几件法器在全世界耍起流氓来,一点也不含糊 二战后布林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与硬通货黄金挂钩 美国希望以此控制世界贸易金融 奈何运行了十几二十年后,发现黄金要比美元还硬 其他国家并不能形成对美元的依赖 这种挂钩非常鸡肋,与其持有美元,不如持有黄金 从一段时间其他国家反过神来大量抛售美元勾兑黄金 导致美国狼狈不堪 可是美国人很聪明,后来他们更改了策略 美元与石油挂钩 石油美元诞生后,只要你的国家要发展就需要能源 就要用美元结算 这样就把全世界都绑在了美元这架马车上 其他国家不得不为美元所限制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元加息 美元回流 回流这一方面会使大量资金流入美国 一使股市涨牛 美国人从中收获大量财富 另一方面会导致其他国家货币贬值 通货膨胀 购买力下降 人民财富缩水 美国人只动动手指头 便轻松地收割了许多国家 累积了许多年的大量财富 俗称好羊毛 说白了,美国人之所以生活过得好 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勤奋 而是他们坐在好羊毛机上 跑楼梯的人多努力也赶不上坐电梯的人 现在网上的各种羊毛党 即使是高科技羊毛党 各种硬和黑产 比起来美元这把大剪刀 还是差得很远 其实这次美股暴跌之后 全球股市都受到巨大冲击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资 看到老家失火 通通撤离,先去救家 其他市场都被狠狠抽血一把 美国人一看原来游戏还可以这么玩 躺着就可以吃肉 那还干什么活 索性当老爷 于是他们上个世纪后起 开始了实体产业虚化 并大力发展高科技 这样一来 那些脏活累活交给其他国家去做 自己垄断最先进的科技 用来收取大量的知识产权费用 就像富士康工人这么辛苦 最后苹果手机的大部分利润 还是被几个核心技术攥走了 富士康只能赚辛苦费 而富士康老板也只是个包工头 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 国家应该有更多任正非 而不是郭台铭的原因 虽然两个公司员工辛苦程度差不多 但前者是想带着员工去剥削猎强 他吃肉你也有口汤喝 后者是被别人剥削了 反过来还要剥削员工 以此来保证自己的优势地位 也正是由于美国放实体发展科技的理念 上世纪后期以来 美国高科技发展蜘蛮 金融业发展蜘蛮 高端制造业和节约化农业 也站在金字塔顶端 低端产业已经逐渐消失 被美国人嫌弃的产业就转移到其他国家 其他不同层次的国家之间在梯度转移 如果明白了这点 那现在就可以想象 中国清洗之年 前后纺织业等低端产业为何蜘蛮发展 而现在又逐渐向越南印度转移 但不得不说实体的空虚也让美国留下了风险 一行下的口罩生产能力 便可以难倒全世界的发达国家 美债如果难听点可以说是耍流氓 虽然和国家信用相关 但拿枪的黑社会让你借给它钱 给你打个线条 谁赚谁赔 而法律和美军就是这杆枪 是支持其通过好世界羊毛的方式发展的强力保障 事项如果范迪冈或者印度搞这么搞 早就被人打死了 美国法律管辖范围很宽 具有境外法其反海外腐败法 声称美国司法部可以起诉任何一家 用美元结算的海外公司 看这流氓耍的世界警察就是我 美国陷阱一书中前阿尔斯通高管 讲述了自己如何被美国司法部逮捕 如何被威胁认罪 如何被美国当作恐吓阿尔斯通高层的棋子 以及通用电器公司 如何幕后通过美国司法部 肢解了阿尔斯通这家大公司 从而是资深获利 去年雷诺日产三菱的高管 在日本被特搜部转获 罪行都是行贿或者性侵等罪名 但实际原因是这三家汽车公司 联手对美国福特汽车等公司 会形成很大压力 抢放玩者必斩职 利用法律武器的美国是一个斯文流氓 但如果对方不想听话 那么好吧 美军上吧 美国军费开支也要领先 军队装备也是一支独秀 其依赖强大的美军 可以震慑世界上任何国家 并敢于出兵任何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国家 如今大国之间的博弈基本不会直接军事冲突 这样导致的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所以戴利人战争是最佳选择 例如美俄在叙利亚阿富汗 大国是棋手 小国是棋子 回想一下卡扎菲 萨达姆怎么不听话被美国人搞死的吧 所以核武器对一个国家直观重要 现在美国再怎么制裁伊朗和朝鲜 也不敢贸然出兵呢 虽然美元这把大剪刀是好事 但不能总用 有时候剪一次 就足以让一些小经济体崩溃 这里可以参照上世纪90年代 东南亚金融危机死掉的国家 那其他国家都凉凉了 美国怎么玩 美国不想这样 因为他不愿意干三活累活 所以美国是这么玩的 先养肥你再吸引的血 但你不能太肥了 这样会威胁到他 所以看一下这几件事 日本二战后被美国扶持起来 之后发展到世界第二 被广场协议直接打崩 东南亚之后发展的挺好 一个小的金融危机就全部凉凉 二战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 扶持西欧发展 但后来欧盟国家搞起来 欧盟有分庭抗理之意 现在已经被搞得内部分崩离稀 那么下一个目标是谁 显而易见 其实贸易摩擦在中国 他上高速发展快智道的时候 就注定有一天会到来 只是时间问题 是想窝榻之策 既容他人酣睡 我们躲不掉 敌人也不会手软 聚焦去年美国对于华为的绞杀 注意我用的是绞杀 而不是制裁 美国人是想杀死华为 不要妄想他们心存一丝善意 美国陷阱的再度重演 名义上是法律制裁 其实就是想耍流氓了 这只是切入点而已 罚款 抓孟晚舟 禁运 甚至撕破脸面 要求谷歌 英特尔等公司 拒绝与华为合作 想好剧本一点点铺开 意再配工 之前特朗普迫不及待 使出了以前没用过的杀招 希望速战速决 因为这种两败俱伤的 互相制裁拖得久了 一旦民怨思起 他的总统大选就危险了 资本主义政治家 所要考虑的问题是选票 这也是他们 但只是在底线面前 他们忽略了中国人的抗压能力 中国并没有选择沉默 也没有选择妥协 没有像肢解阿尔斯通时的 法国政府一样不出声 尽管后来的贸易谈判 我们肯定做出了一定让步 但很显然 杀招没有达到我们 中美之间的冲突 其实也体现出了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 如今全世界 中国应该是东方文化 最后的根据地和聚集地 日韩以及东南亚 已经被严重西化 历史形态的不同 使得我们在外交上有很多困难 例如一只兔子和一只鹰做朋友 远比两只鹰做朋友要难 但我们相信中华民族的力量 以及中国文化的感染力 中英文化是我们的精髓 核心在于一个称子 他强任他强 清风俯山岗 他横任他横 明月照大江 历史上那些侵犯中原的民族 慢慢都被我们所同化了 这就像太上老君的八卦阵 或者是台极拳 以柔至刚 相反 欧洲征服美洲 非洲 采用的几乎都是人种灭绝政策 对印第安人赶尽杀绝 贩卖非洲哼奴 这就像搏击 中国人喊去包容 西方人照扬自信 我们不能客观评判 哪一种更好 但我们主观认为 我们的文化更具有人性光辉 更有底蕴 自古一来 中华民族便不喜欢扩张 不具有侵略性 正和下西洋一路与人交好 西方人更主张物净天择 适者生存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便开始掠夺 我们中华民族向来致力于增量发展 做大蛋糕 大家一起分 一起多吃蛋糕 美帝主张的是存量博弈 这些蛋糕不够所有人都吃饱 我要吃更多蛋糕 只能抢你们的 你们不能吃饱 因此中国在非洲等一些不发达地区 发展自己伙伴的时候 是既受之以余 也受之以余 建工厂提供就业 修铁路 打通运输线 我们不是搞慈善 我们需要获取利益 但我们是大家一起做生意 一起获利 美国采取的方式 则是利用这些国家的危机 抄抵他们的优质资产 使他们源源不断地为美国人创造价值 且自身永远发展不起来 长此以往 我相信我们终究能够团结起 世界的劳动人民群众 从第三世界再到第二世界 大赢这场持久战 毕竟当年我党是通过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赢得胜利的 稳定有益于大家族 而混乱则有益于普通人 当然这里的混乱不是指硝烟四起 而是指那些现有的世界规则在崩塌 新的秩序正在重塑 经历了十几年太平盛世 如今世界格局正在悄然变动 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再好不过 对新兴国家来说也是一大风口 因为风险意味着机遇 时事早英雄 天下大乱 形势大好 用权力的游戏中 一句经典台词概括 混乱不是深渊 混乱是阶梯 如果说我们去年虽然合纵连横 但还是属于战略防守的话 如今突发的新冠疫情 将世界搞得一团糟 虽然我们遭受了重大损失 但是好像敌人的处境变得更差 合理的走出去 好像也是可以的 在这个突如其来的漩涡中 去广结朋友 去巧结东方 或许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阶梯 就来临了